来 我们首先要把铜蒿给它处理一下 铜蒿我们只要这个尖端的部分 最嫩的这个叶芽就要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铜蒿都给它掐下来 铜蒿梗我们可以做一个清炒的 或者做一个蒜蓉的都可以 然后我们把铜蒿叶留下来 铜蒿叶的量大约是300克左右 那我们搭配的八代大约是500克左右 那我们能够够大约在三到四个人来吃 大约配400克的面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我们做起来吧 大家来看过来 不要眨眼 因为这个菜是很快很快的 来 我们把锅里边水先给它烧开 然后把八代放下去 八代放下去以后轻轻地一推把它打散 好 再开启锅来 我们就要把鸡蛋放下去了 大家要跟着老刀掌握好这个火候和时间 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因为煮的时间太长 八代就变老了 那么说话间我们的八代已经开锅了 大家看 已经沸腾了 来 它沸腾了以后 我们就把鸡蛋液打下去 打鸡蛋液的时候 轻轻地把锅里的八代转起来 把蛋液拎下去 蛋液也拎完了 那么锅里的水也就又一次地沸腾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铜号叶扔下去 铜号叶一入锅 我们就开始调味 调味很简单 就是三克盐和两克味精 我们把铜号给它往汤里摁一摁 大家记住了吗 八代下锅以后要开锅 鸡蛋下锅以后要开锅 铜号下锅以后要调味 调味以后再开锅 就可以出锅了 淋点香油 香油呢 它约在十毫升左右 就可以了 来 关火出锅 这个菜快吧 但是呢 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火候 这个火候 这个八代的口感呢 非常的爽脆 而且呢鲜味十足 非常的软 非常的嫩 而且铜号呢也很绿 来 我们把它倒到碗里来 汤汁多一些啊 因为我们呢是要做配面来吃的 我们的面条呢已经煮好了 它和我们平时煮面条呢 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只要把铜号八代卤呢 浇在这个面条上就可以了 我们的八代没有焯水哦 就是用了它自己的味道 海鲜呢和铜号搭配起来 它是相得益彰的一个料理 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会这么简单的料理